開車真的要專心 有計程車司機 載客竟然是邊開車邊看影片 有民眾昨天在中立火車站 來下旅輛計程車 沒想到途中司機竟然是一手操控方向盤 另外一手拿著手機邊開車邊看影片 氣得他拍下影片PO上網並且檢舉 計程車司機右手操控方向盤 但有看錯嗎 左手竟然拿著手機邊開車邊看影片 路上車子一輛接著一輛呼嘯而過 司機倒是很悠哉 影片聲音開到最大 讓後方乘客看了膽戰心驚 趕緊拍下這誇張心驚 很不負責任啦 乘客的生命交給他 萬一真的出事了誰要負責任 這種行為是不可取的 會不會很危險 當然危險啊 非常危險 其他民眾看到影片也直呼真的很誇張 有民眾19號到桃園中立火車站 攔下一輛計程車沒想到路途中 司機竟然邊開車邊看影片 氣得他將影片PO網 更說已經拍下司機姓名及車號 後續會去檢舉 警方根據影片將會對司機進行開罰 畢竟這離譜舉動 不僅讓乘客坐上玩命車 更可能會危害到其他擁入人 記得林朱強桃園報導